最近物价不断上涨 这个便当要价近百元 民众哀鸿遍野 但演员物价居高不下 明年的减税制度也终于底定 财政部24日公告 明年的纵索税免税额 从原本的八万八千元 调高到九万两千元 提高了四千元 另外标准扣除额 从十二万调高到十二万四千元 薪资及身心障碍扣除额 从二十万调高到二十万七千元 预估可减税达九十五点七亿元 等于民众可支配的所得 都将提高 那应该有啦 那应该有差 会有感觉 有当然是好好啦 但是这种财政问题 老讲也不能说百姓一直要说 减多少降多少 预估这一波减税 以一个单身上班组来说 月可省下七百五到六千的税金 如果是双薪的一家四口 大约可省下一千九到一万五千元的税 预计在二零二三年五月 报税计时民众最有感 两千三百四十六号 另外遗产税以及赠予税免税额 跟前年调整相比上涨了百分之十一点零九 超过十趴的调整门槛 因此明年遗产税免税额 从一千两百万拉高到一千三百三万 赠予税免税额也从两百二十万调高到两百四四万 民众被物价压到喘不过气 有了这项减税利多 预付有两百二十万户可受惠 可说是政府的减税大红包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什么你还没按赞 都几点了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好不好 东森新闻二十四小时 YouTube直播 不请要按赞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